字幕 作曲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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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阿诺 上集跟大家介绍 tout SFB 中的角色 而今天就會介紹Circle of Blood這個Expansion裡面的角色 這個Expansion的特色主要是以大力為主 也會經常運用到重傷狀態這個概念 Round 2裡面其中一個很重要而又改了的Rule 就是入重傷狀態的計算 將以往要計總血量除2的傷害量 就變成只要受到3點傷害就入到重傷狀態 就會變得更加容易入到狀態和更加容易去計算 首先想介紹的角色就是Coverage 因為它的特色是拿著大劍 通常我都是叫它做大劍 如果Back這個Expansion的話 GP值最高都是它的 它是唯一一個可以和老虎齊名 在第一季SFB網上排名中 名列TIS的角色 甚至乎我覺得它是比老虎更好用的角色 大劍這個角色 進化前就8血 進化後就9血 進化前後其實都沒有盾 但是生存能力都算是高 而進化之後 只要對手入了重傷狀態的話 它是會無視防禦的 是一個打人非常痛的角色 先講攻擊手段 它總共有4張攻擊卡 兩紅兩黃 第一張紅卡 就可以走兩步 indirect打兩牌以內的敵人3點傷害 而攻擊後 如果對方是入了重傷狀態的話 你就可以任意方向去推它一格 因為重傷狀態的計算 改成為 只要受到3點傷害就入到狀態 而這張卡本身 都可以做到3傷 所以其實不難用得到控場技 而另一張紅卡 就簡單直接一點 就站定定AOE 打了附近所有的人 就包括隊友 排面底箱雖然是0 但是它每個目標 會令到它加到2攻 只要它站對位 而目標又多的話 是可以好痛的 接著就要講講這張黃卡 可以走一步跳兩格 再做到3點傷害 算是在有不錯的移動力之餘 也是一張高攻的牌 而最後這張黃卡 就可以走兩步 再直線去攻擊兩距以內的敵人2點傷害 如果對方是在重傷狀態當中 再加2攻 是會非常之痛的 除了我剛才說的那張可以控場的牌 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張可以控場的skill卡 這張藍卡 就可以走一格 推一個雙輪的敵人一下 然後再運 移動力就差一點 而且只能弄到雙輪的敵人 但是如果走一路 撞到人的話 騷擾能力都算是不錯的 而最後要講的就是它這張 react卡 它本身就有2點的防禦修正 然後如果攻擊方有重傷狀態 就會無視對方攻擊後的攻擊效果 是屬於相當之好用的輔助效果 整體來說 它的生存控場和輔助能力都是中上的 而移動力方面都尚算充足的 不會說走也都走不到近身 那就不覺不失了 而攻擊能力上就肯定是高的了 攻擊手段多之餘 近戰有大力 亦都有遠攻的手段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挑剔的了 當然它很多東西都要對方入到重傷狀態 才會有buff 但是其實因為1-2改了ROOS之後 只要3點傷害就入到狀態 就已經大大減少了它的使用難度 而且它的牌絕對是夠力 是一下可以打到別人入重傷狀態 所以操作難度上我只會評它2分 大劍的Key Card我會選這張Hell Heart Low Theory 它整套牌裡面用得比較密的一張牌 移動力足夠之餘 有高攻又是遠攻 還有控場的效果 絕對很小好用 很容易就可以打到別人入狀態 再用其他想行的效果 由於大劍除了移動力普通之外 其實其他能力都很好 所以選角方面 其實跟老虎一樣 配什麼角色都沒有所謂 第二個要介紹的角色就是RARF 它是一隻地鼠 它進化前就6血 進化之後就7血 進化前後都沒有盾 生存能力上算是低的 而進化之後 它的攻擊會附加Potion 1 即是每次打中人都會丟多一度 是一個突快攻擊的角色 先講攻擊卡 它第一張紅卡 Sneak Attack 可以走兩步 近戰去打一個人兩度 而且對方就不准出react卡 所以如果對方本身沒有盾 這兩度就硬吃 而另一張紅卡 是一張skill卡 可以近戰扣一個敵人兩血 再被地鼠跳回隊友身邊 這兩血是硬扣的 不能react不能擋 有盾都當不了 不過唯一的缺點 就是它本身沒有移動力 即使用的時候 它是要先貼緊對手 但地鼠其他卡 都完全彌補了這個缺點 所以問題不大 第三張紅卡 就是先跳兩格 近戰打一個人三度 再跳兩格去走人 移動力就足夠了 力度也不差 最後一張藍卡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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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一張Night Straight 可以走兩步之後 再將兩張再Pan一張 而地鼠下次的攻擊都可以無視防禦 可以將地鼠的攻擊力推到極致 而React Card 只有一點防禦修正 普普通通的 被人打完之後 就可以跳兩格速逃 都算是好用的React Card 總括而言 他的生存能力是低的 輔助能力就普通 但他就有很好的移動能力和攻擊力 剛剛完全沒有提過控場 因為地鼠是沒有控場的角色 他的理念就是直接殺了對手 就不用再控 因為這個遊戲裡面死人是霸不到地 雖然他是高攻 高移動力 但要殺死他又不是那麼難的 一旦走錯了位就死近了 所以操作難度上我都會評他有6分 他的Key Card 肯定是Double Dueling 因為本身就夠痛的 如果搭配到其他加攻的牌 他可以直接把對手整條血一次過打完 而且是軟弓 所以這張卡真的不得了 由於地鼠是移動力和攻擊力都突化了的角色 他本身有2死 所以選角方面都建議搭配一些生存能力高的角色 去平衡一下陣容 又或者是控場手段比較多的角色 去彌補他本身沒有控場的缺點 最後一個要講的角色就是狼人 他進化前後只有7血 還要武盾 生存能力都算是低的 而進化之後 狼人在攻擊的時候 只要自己有重傷狀態 他就可以吸血 他是一隻玩自殘的角色 大部分的卡 都是要他自己在重傷狀態的時候 他才會有加成 先講攻擊吧 第一張紅卡COSING IN 可以走兩步 再直線DASH兩格 近戰打一個人2度 如果狼人有重傷狀態 這次攻擊就會變成Double 第二張BON TO PICK 這張可以走一步 再近戰打一個人2度 如果狼人有重傷狀態 可以在攻擊之前 再DASH多兩格 那次攻擊就會加2攻 在有加成的情況下 這張牌都算是高移動力和高攻 藍卡簡單一點 直線DASH兩格 近戰打一個人3度 還有吸血效果 唯一一張不需要狼人有重傷狀態 就已經有齊所有效果的攻擊卡 最後一張OVER POWER 可以走一步 直線DASH兩格 再近戰打一個人2度 如果狼人有重傷狀態 就可以往任意方向推對一格 都算是有控場的 除了剛剛講的那張有控場的攻擊卡之外 狼人還可以用這張藍卡 直接跳到對手雙輪的位置 就暈了全部雙輪 而又重傷的敵人 不過這一張通常都是入陣用的 用完之後再暈倒人的機會 其實就不太多的 輔助能力來說 那張REACT卡 就沒有防禦修正 而且可以扣多個雙輪的敵人2血 算是老虎那張REACT卡的藥法版 用來就不太好用 總括而言 他的生存 控場 以至到輔助能力 都算是中間偏下 唯一可取的就是 他的移動力和攻擊力都不算太差 不過他有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他自己不重傷是打不出那個味道 雖然Round 2改制之後 就容易進入重傷狀態 但是他血量又不多 要長時間維持在重傷狀態 其實是很困難的 操作難度上我會評到17分 因為你入到狀態其實就差不多4分 未入到狀態又很廢 如果對手是熟他這個弱點的話 要不他通常在牆上會是沒有血 要不就已經被人打出場外 他的key card我會選擇COSING IN 算是在他未入到狀態之前 比較沒有那麼不好用的卡 以及入了狀態之後 又真的打得痛人的牌 由於他的移動力和攻擊力 都算是突化了的角色 而他本身有2-4 所以選角方面都建議 搭配一些生存能力高的角色 去平衡一下陣容 但個人來說 比較推薦三力小妖 因為他有一張可以主動扣自己人 再加攻的牌 而如果你真的想用狼人的話 絕對要BANG的角色 就一定是大劍 因為大劍是專打有重傷狀態的人 黑到認一認 非BANG不可 如果BANG不到 最好不要用狼人 今天對SFB Circle of Blood的角色 介紹和評價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就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Bye Bye